接下來做一些簡單小題目 這又是課本習題 那個世界上最簡單的題目 請問你手電筒用的乾電池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我前面講過了 考試的乾電池都是碳心電池 考試的乾電池都是碳心電池 這裡誰是對的 A 這裡誰當正誰當不好 A非常好 不是啦 好 碳棒當正極心殼當負極 前面要你背的誰當正誰當負對不對 所以中間的碳棒是正極 這個我們是我們要你背的事情 記錄什麼 碳心電池碳棒為正極心殼為負極 所以選項B是對的答案選B 再一題課本習一題 簽電池做成平板狀 請問你誰當正誰當負 正極是誰 二氧化簽很好 負極是誰 簽 然後靠下留傷你 靠下留傷你 這也是我們剛才跟你講你要背的事情 老師上課所說 簽區電池正極是二氧化簽 負極是簽 這剛剛跟你講過你要背的事 簡單小事情 OK 這個稍微囉嗦一點 聯考題的這個也很簡單 就是把該背的背完就會了 可是只有那個 只有那個豬選項這個比較討厭 因為這有所謂電子流 電流的流動 這是電子什麼 你是流進來還是流出去 好啦我再說一次喔 正極就是正電流出 負極就是負電流出 充電的時候正極要接正極 負極要接負極 我接到負極 他那裡有電子流出 他對我而言是怎麼樣 負電子就是流入嘛 對不對 正極要做正電流出 等於負電流入 那他要負的為什麼 我就要負電出去啊 所以這裡有個問題就是 你要思考 那個電子是怎麼流動 也稍微囉嗦一點 那請問你這裡誰是對的呢 A型這樣是背的 A型這樣是背的 B型這樣也是背的 C型這樣也是要背的事情 那誰是對的 各位大哥大姐你覺得誰是對的 豬 豬是對的 不容易 你要改成B是不是 非常好 前面講過了 簽電池二氧化纖維正極 簽維負極 所以選項A是錯的 老實說 簽電池放電的時候 正極跟負極都深層流三千 所以選項B也是錯的 然後充電的時候 正要接正負要接負 所以C還是錯的 正要接正負要接負 正極接到正極 人家正極要正電流出 等於是負電流入 他要有負電流入 負電是我給的 我的電子流出去給他 所以我們答案豬是對的 所以答案選豬了 OK嗎 OK 來請問你接馬是誰是對的 這叫做我要充電 對 然後呢 有兩個圖是完全唬爛的 你要亂猜也不可以猜這兩個 我說 我要充電 我要接外接電源 我要接外接電源充電 然後 告訴我怎麼接 正要接正負要接 戶 對不對 那所以答案應該是哪一個呢 B 所以答案應該是哪一個呢 B 終於 有人 講對了 我們可愛的C跟豬是完全虎爛 那根本就不是外接電源 亂猜也不要猜這兩個 那麼 就是我們前面告訴你們 充電的時候要正要接正負要接負嘛 符號上電池的符號長的是正極短的是負極 所以 那正極是二氧化千板 負極是千板 所以正接正負接負我們答案要選B OK嗎 OK 最後一題 乾電池跟千電池的敘述誰是對的 這個敘述誰是對的咧 哪個是對的 蛤 有人要告訴我答案嗎 A B C 出 不知道 我知道我知道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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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背 乾電池 碳心電池 心可為負極放電池 負極就是負電流出 放電池 A錯 謙虛電池是用硫酸當電解液 B是錯的 國宗教的電池都是化學電池 用化學變化產生電 所以有化學能變成電 所以豬是錯的 所以千電池放電的時候 兩個都變成硫酸鮮 質量都增加 所以C是對的 所以答案選C 這又是有關於乾電池跟千電池 一些簡單的題目 可以嗎 OK嗎 OK